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晾完的衣服收起来 浴室里面有晾衣服的功能 所以我都把衣服晾在浴室里 儿子在叫我 说起来的衣服要折起来 儿子从儿端眼回家后偶尔会哭闹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原因是我睡睡得不够 所以感觉到当想睡觉的话 我会给大咬奶嘴 这样大比较好入水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开始哭了 可能是因为男子不见了 又开始睡觉了 来确认儿童圆包包里面 补充一下不过的东西 要带出的尿布也每个都要写名字 我直接用印章开一开 我直接用印章开一开 喝完奶他就乱醒了 天黑之前把装链关起来 要开始准备吃晚餐了 因为现在只需要准备我一人份而已 所以晚餐也都吃得很随便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 日本传统的家庭料理唷 今天晚餐吃 这是杏菇包和猪肉一起炒的菜 白饭和卫生糖还有生鱼片 他好像有时会吐奶 包着宝宝去厨房很危险 大家要小心哦 他开始会线索乱抓之后 我没有带他去厨房 完成了 他开始咬玩具便安静了 生鱼片是在超市买的 石窗县周边都是海 平常能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鱼 吃饱饭马上吃饱 这个应该不是在哭 他有时候不知道在哭 我还是在讲话 洗完后再把水槽 仔细清洗一遍 这里要洗得很干净 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和他还没有一起洗澡 让他在水槽里面洗澡 你在做水槽里面洗澡 得到这里 入口 看着水槽里面洗澡 今天吃完 我看着水槽里面的 有没有尝词 最后的水槽 hadctive 我以外的水槽里面 晚上睡觉前喝奶粉 因为之前医院的夫妻说母奶比奶粉交化快 所以想让她多睡觉可以给她奶粉 而且自从她开始去尔顿园后 我的母奶量也变少了 所以现在睡觉前是给她奶粉的 她睡觉之间我自己要去洗澡 如果她醒的时候要去洗澡的话 又是前面换椅子 让她坐在这里玩 她正正睡着时 我用追风机她也不会醒来 最晚货就是我的自由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弄影片 或是礼拜天的话要看伴者集序 大家有看吗 最近开始的续集很好看哦 今天的睡衣是 UNIQLO买的T恤 这件是儿童用的 我买了最大的猪狼可以穿得下 短裤是在台湾NET买的哦 准备她晚上睡觉之间要喝的奶粉 准备好了我也要睡觉了 把儿子包到卧室 我妈说她要睡觉的话 一开始就让她睡在卧室不好吗 我觉得当然不行 因为她睡觉之间也会反省 有时不知不觉 脸买在窗店上 变得很能复失 所以在她完全睡觉前 还不能离开 睡觉前的营养水 擦轮裙膏 如果入睡时 她还没完全睡觉的话 我会念会本给她听 终于结束了一天 这是个充满节奏感的晚上 祝你好梦哦 大家也晚安 大きな栗の木の下で 你和我 仲良好玩 大きな栗の木的下で 有趣嗎?